今天呢在中锋的位置上面呢 广州队是用了这个张永宏 罗歇斯特啊 具备一个相对柔和的手感 这一点在NBA的比赛当中已经是得到了证明了 大家简单的来了解一下罗歇斯特啊 他职业生涯开启于德国 我们广州队之后呢也是找了很久的状态 好球马上打出转换漂亮 这一支年轻的球员当中有所发挥 刘伟中距离的出手 哎 今天刘伟的手感不错 再往里给 点开了 好球 这球斯佩茨没有必要跳呀 被盖掉了 直接拔起来外线的三分球 好球 这也算是广州龙师啊在他们的这一个下属当中 以一个发展联盟当中的球队 希腊利江把这球给投进 这就是希腊利江给广州队带来的东西 好球 白奥德在外线就不像斯佩茨那么能投了 但是罗切斯特 天津队的小外援把这球给投进 一个掩护之后的反跑 好球 哎呦 罗切斯特这一次的掩护之量是真棒啊 再往里给白奥德漂亮 补顶的机会 史特帅没有机会投 因为希腊已经扑得比较靠前了 罗切斯特依旧是强有力的个人能力 那这一次的出手也没有能够投进 漂亮的球领人 好球 这一次的转换进攻打进之后呢 分叉已经回到了11分了 外线的有福格 还有这边的希腊利江 再加上一个聚明星 白奥德提高位 再往里切 白奥德的一次小抛头 哇 球磕磕磕磕磕磕还是进去了 侧翼的掩护 罗切斯特 好球 罗切斯特 这边的坏人端的调整 漂亮的反跑 终于是打成了一次侧应球 所以广州队这边可以大胆的收缩 好球 起码射箭 掩护完 斯佩茨大延误 好球 阿尔德里奇 这一球 因为正准呢 要去防外线 然后斯佩茨呢 又被扩到了上线的防守 那么聚明星这一下补过来 一个比较大的伤害 罗切斯特 二加一 罗切斯特 陈英俊其实防守位置站的可以 罗切斯特的第一伐伐进 崔岸君知道其实对领广之队也取得了进步 罗切斯特 中距离的出手 刘伟打板命中 罗切斯特 陈英俊 时间啊 每一次打的都比较耐心 罗切斯特 打转换 再给过来 漂亮 罗切斯特 刘伟 还是采取中距离的出手 漂亮 刘伟 反而不如是把自己的进攻魂力打得更猛一些 然后 罗切斯特 这球强托 造成了复活的犯规 好球 打板的三分球 要注意进攻的实现 好球 还是能够投进 罗切斯特的抢断 漂亮 快来